王太后为了阻止孙子娶瓜嫂 送来了形色各异的七个美女 试图让她明白爱情只是错觉 只要发泄荷尔蒙后就会清醒 看到她被美女吸引的表现后 老太婆便找借口离开了房间 转站来到接待下属的会议厅 喊来了照顾过凯瑟琳的姨妈 想从她口中得到想要的答案 亚瑟和凯瑟琳有过夫妻之时 但马基姨妈却说她也不清楚 她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切发生 没有得到想要答案的王太后 立即揭开伪装露出了真面目 张牙舞爪的威胁她配合自己 但马基姨妈有原则坚持底线 她没有看见就不会说看见了 把养尊处优的太后气的够强 马基姨妈因此弄丢了铁饭碗 丈夫知道她被王太后辞退后 表达了对她形势鲁莽的不满 伤心的女人只好独自走回家 结果她在路上就遭到了袭击 劫持到一处小房子生死未卜 一记不成再生一记的王太后 次日又找到了凯瑟琳的侍卫 需以重金收买她为自己所用 一生做太多丧良心事的太后 每天夜里都会在小教堂祷告 如今她不仅收服了新的侍卫 还安抚住了王位继承人亨利 玛格丽特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哪知她的美梦只做了小惠儿 乖孙亨利来到她的身边坐下 真诚地感谢祖母送来的美女 她对于爱情一直都是模糊的 直到美色当前也不为所动后 她才真正弄清了自己的心意 凯瑟琳那边也迎来新的转机 她收到了一封国王寄来的信 信中邀请她到王宫参加宴会 盛装打扮的女孩刚踏入宫门 就见到了正在等她的心上人 俩人对视一眼就甜蜜地携手 互相搀扶着走进了那扇房门 在等待开袭的那一小段时间 彼此的视线没有离开过对方 年匿的氛围让众人觉得酷比 国王接下来宣布的重荡消息 却让小情侣彻底傻眼离心了 现场的氛围立即降至冰点 亨利直接位子上站起离开 凯瑟琳一脸猛不知如何是好 跪在上帝面前祈求得到答案 从小被教育要成为英格兰王后 可命运却一次次把她踢出门外 唯一的机会是嫁给爱人的父亲 她摇摆不定不知如何抉择才对 但亨利对凯瑟琳的心从未变过 她不甘心爱人成了自己的后妈 于是在大臣面前公然对抗父亲 认为她所说的亡妻的遗愿 不过是她见色起义的推托之词 怒气冲冲的朝国王发泄不满后 亨利又来到了凯瑟琳的住所 他希望心上人能写信给他的母亲 拒绝掉他和英格兰国王的联姻 凯瑟琳听了他的主意后犹豫了 不自觉抬高的嗓音表现了他的心虚 如果只是为成功当上英格兰的王后 他嫁给国王 亦或者嫁给亨利王子 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可亨利却被他的态度伤了心 他绝望地转身离开了 迷茫的凯瑟琳找到乡下的姨妈家 希望能够得到她的正确指引 马吉姨妈微笑着对她说 如果你想当王后的话 那就接受国王 如果想要爱情的话 就选择亨利 只要尊重你心中所想所爱 那么上帝也会与你同行 看清自己内心的女孩 主动约了亨利来到小树林 向她吐露了自己的心意 她只要她一个人 可命运总爱戏弄一个人 他们的爱情之路任重道远 女孩百无聊赖的把玩手上的柠檬田 脑海中浮现的都是和心上人的回忆 相遇到相爱的画面走马观花般掠过 填满了她在异国他乡的空虚与寂寞 侍女的闯入打断了漫无边际的思绪 手里拿着的是从西班牙寄来的信件 她惊喜万分地从水中站了起来 想必是母亲同意她嫁给亨利了 自从她和亨利互通心意之后 凯瑟林便勇敢地为自己争取爱情 她主动来到王宫找国王商议条件 知道国家间没有情怀 只有利益可言 便拿亨利七世最在意的事情打动她 表示要想两国保持长久的和平联盟 唯有她嫁给亨利为妻才是最佳保障 国王果然被凯瑟林的言辞说服了 转而为这对真情实感的小情侣赐婚 但要想走到结婚这一步的话 她们必须达成两个条件 其一是得到罗马教皇的准许 其二则是凯瑟林必须催促西班牙 将她的另一半嫁妆准时送到英格兰 于是凯瑟林每日都给母亲写信 可每封信都时辰大海没有回音 她日盼夜盼终于等到了阴性 侍女展开信件浅看几眼之后 欣喜的神情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凯瑟林靠在世女身上无法接受事实 她不相信自己最敬重的母亲 西班牙的女战神就这样没了 她悲痛地换上黑色的丧服 看着胸前的那把金色十字架 而盼再度想起母亲说过的话 她是那般的鲜活充满力量 姐姐胡安娜的道来打碎了她的幻想 她身穿红袍骑在高头大马上 清冷的目光中略带些疯狂 她就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疯子 因为太爱太偏执而逼疯自己 哪怕花心的丈夫患病去世之后 也要日夜观摩陪在她的遗体身边 如今她刚继位成为西班牙的女王 远渡重阳来到英格兰这个国家 但她此行不是为了给妹妹撑腰 而是特意来给凯瑟琳添堵的 因为母亲依莎贝拉的关系 姐妹两个的关系不是很好 凯瑟琳张开双臂想要一个拥抱时 胡安娜直接闪开拒绝了她 撞开她的身体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疯子只重视她在意的东西 能时刻牵动胡安娜心思的 也只有她的丈夫菲利普了 哪怕英格兰国王和王太后 像小哈巴似的围在她的身边 胡安娜的目光也停留在丈夫身上 同样痴情的还有亨利王子 她抬头瞥见走来的人是凯瑟琳 就立即结束刚刚谈话追到她跟前 但她今天的行为着实有点怪异 一句话没说就给她行了个大礼 她大声控诉着父亲和祖母的冷血 想要表达非她不要的决心时 被亨利欺世打断了谈话 她逼着她去见西班牙女王胡安娜 已经失去价值的西班牙公主 则被冷落一旁连个眼神也没有 或许是念及幼媚的无辜 胡安娜突然邀请凯瑟琳一起跳舞 热情的西班牙音乐声响起 一红一黑的倩吟也随之舞动 在场的人都被娇艳的姐妹花吸引 唯独胡安娜的丈夫在跟侍女打情骂俏 女人像被夺食的狼仔子 双眼喷射的恨意似尖刀般锐利 立即锁定方向冲了过去 她不需要听任何的解释 直接泼了男人一脸的红酒 然后潇洒地转身离开了晚宴 留下的宾客面面相去都惊呆了 胡安娜如此疯狂的行为背后 是丈夫不顾场合的拈花惹草 被爱所伤的女人清醒又疯狂 妹妹祈求她支付胜于嫁妆的时候 胡安娜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来 如果亨利是真爱她的话 不需要嫁妆也会想方设法娶她 再度被拒绝的凯瑟琳落寞离开 在走廊的拐角处见到了心上人亨利 她对父亲的卑躬屈膝感到生气 口不择言惹怒了刚刚才受气的国王 亨利欺世转手就给了她大嘴巴子 凯瑟琳看见后立即心疼地跑上前 情侣恩爱的模样落在胡安娜眼中 她此时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毁掉 自己没有拥有的爱情 其他人也不配有 于是她一路跟着他们走 抵达了热闹喧哗的厨房角落 亨利挥手秉退了忙碌的厨娘 小情侣头抵着头准备你浓我浓的时候 杀风景的胡安娜走了进来 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妹妹 优雅的淑女是不会和一个男人独处的 亨利看不过去说了一句话 却直接勾起了胡安娜的回忆 那是一份极其痛苦的童年记忆 她双手举起搭在厨房的钩子上 像被踩了尾巴的毒蛇一样贱人就咬 凯瑟琳听到姐姐羞辱去世的母亲 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狠狠给了胡安娜一巴掌 失去理智造成的后果很严重 胡安娜在凯瑟琳生气离开厨房后 先是利用亨利的大男子主义 挑拨离间打击她的情感与理智 然后不停扭动曼妙的腰肢 勾引年轻气盛的亨利与她发生关系 提前立场的凯瑟琳啥也不知道 回到住所后不停地纠结后悔 因为一时的冲动 她拿不到剩下的那笔嫁妆 也不能和心爱的亨利结婚了 而达成目的的胡安娜还不满足 她利用英格兰内乱的缺口 引诱亨利七世和她签署条约 她会说服公共交出约克家的逆贼 而作为交易的条件之一 就是让亨利娶自己的小女儿 这份协议对于英格兰来说 百利而无一害 不过是牺牲儿子想要的婚姻罢了 亨利七世爽快地硬承下来 王太后玛格丽特也一起打配合 哄骗亨利去了偏远的修道院祷告 凯瑟琳就像雨夜被舍弃的小狗 搭拉着脑袋狼狈不堪 她的爱情还要经历多少的风霜 才能抵达彼岸修成正果呢 事情的转机总在不经意间发生 她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